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切成块状 再把它放进盆中 然后我们在白菜这边撒上一些玉米粉 然后把它搅拌一下 然后我们再来准备鸡蛋 打下来 在鸡蛋里我们加点胡椒 去腥 然后把它打散 备用 接下来我们切一些配料 准备一些配料 首先把这个葱 顺口切片 再来切一些辣椒 把纸切掉 再来切一点葱花 青葱把它切成葱花 首先我们加入两汤匙的酱青 再来一汤匙的蚝油 再加入少许的豆瓣酱 再加入少许的豆瓣酱 一点点糖 一些鸡精粉 再来一点胡椒粉 把它搅拌均匀 然后再加水 好了 我们就放置一旁备用 全部材料准备好 我们可以开锅了 首先 锅里的油 不要太热 然后 我们先把一半的鸡蛋 倒下去 现在有一点维温了 我们再把白菜 放上去 这时候 开小火 不要太大火 中小火 要把一半的鸡蛋 淋上去 煎至差不多的时候 我们可以翻面了 有半香味出来之后 有半香味出来之后 摇一下 哇 好漂亮哦 再继续把它煎 这时候 这时候我们可以把葱花 蒜头 我加了一些虾米 增加口味 增加它的香气 舀一下 之后我们可以把刚才的酱汁 倒下去咯 然后就让它焖煮一下 再把辣椒放上来 试试味道 好 味道刚刚好 再晃动一下 白菜要煮一些时间 才好吃的 它软化之后 那个甜味就会出来 然后配上这个 淡香味 哇 真是一流 我们焖煮大概10分钟吧 好了 出锅前 我们把葱花撒上去 简单的一道菜就完成了 如果你们也喜欢 请帮我按赞 订阅 开启小铃铛 谢谢大家 这样做的白菜 真的是 好香哦 好吃 你们赶快也试一试吧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